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日语 正在你身上 大刀 在你身上 或是死在哪里 正在你身上 不得了 我自然的小刀 以后的话 从幽闭孔当中出三次七 出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 出三次七 从幽闭孔当中出三次七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权 压在大腿的格尔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枸杞 出三次枸杞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七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知乎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将者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一线的感觉 也论区称之为最后一切罪业 成为主要了解 一切罪业 主要是准备有将其一案 最后一切罪业 就是将者论区称之为最后一切罪业 而成为主要是准备有将其一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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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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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就像天上 这个秋天天上的这个白云一样的 就是十二线线 十二这个不线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固定和稳固性的 因此我们动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在我们人生漫长的这个路程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这个欢乐的对境和一些痛苦的这种这个境地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自己的有这个勇气 坦然的可以这个面对 自然之一样的地方是这样的那种一定的这种房子的地面对着这种地下镜的这个地方是什么都会这样做的那种地下来的那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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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真的是为众生 而这样牺牲的人 我觉得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当中 不管是从今征战 然后做很多军事上的这些事情 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些隐途效力 自己都开始浮入战场 《法华经》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 这样讲的就是 你们最好不要贪于世间的这些一切法 实际上所有的贪于的话 就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目别过 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真正的这个余妙的这个对积呢 除了一些余子以外呢 就是也不会这个贪执的 神天论师也是说了 就是全等一所供 而会如何如何贪 就说是那个什么 就是像那个诸葛呢 就是也是这个所供用的这个对积 就是一些世间的这个余妙 美色也好或者是这些呢 就除了世间的一些 极为低劣的这种这个众生以外呢 就是我们一般有智慧的人呢 就是不会贪执的 灵也好 色也好 世间的各种这样的这个利益呢 就是不会这个贪执的 所以世间上的很多人呢 就是为了这个养家户口啊 就是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外面 就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啊 做很多这个事情呢 表面上看呢 真的是就是好像有意义一样 但实际上呢 就是一点这个意义都是没有的 就是如此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户口上呢 我觉得我觉得呢 发生了一些 有什么样子 那样子 是不是 我们是在这个 我们是在那边 也没什么 从那边 那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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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的道理已经阐述过 我们世间的人们的话 就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说 以贪欲的自卑下 贪执一些钱财 女人 在这样自己 无有选择的情况下 开始奔波 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很多的 一些杂杀和一些痛苦 应该是来源于贪欲 只不过很多人 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杀人的这种案件 就是一些这种案件的话 真正它的来源照的话 来源不在于外面的事物上 应该是自己的这种贪欲上 我们《战戒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一坛漂泊大地如恶垢 多数不成反而 什么恶词吧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的愚笨人 就是为了这个女人 为了这个财富 就是漂泊在整个大地上 就像是恶垢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人呢 就是满无目的的 就是自己就寻找自己的这种财物 最求 但最后的话呢 大多数的这个人啊 就是他的愿望都是没有这个成功的 反而呢就是 就是饿死的啊 动死的啊 或者说是这个判死刑的啊 就是关这个监狱的啊 这种现象呢就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自己呢 真的有这个自由的时候 自己有一些这个 就是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 尽量的就是生活过得简单一点 就是不要呢就是 随着世间的这种 随着这个现在的这种 这个无中恶事的这个潮流呢 就是自己行为也是变得越来越不如法 就这样不合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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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积累财产的 保护财产 担心耗尽财产 这样的痛苦的话 就只有我们希求财富 对人也是这样的 但是主要这里面描述财产 在《秦永书》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首先是有积累的痛苦 中间有保护的痛苦 最后有耗尽的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财富 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一切祸害的来源 那么我们这里也知道 首先事件人就拼命地开始积累财产 一直向自己发财 就开始积累财产 那么中间的时候呢 就是去这个保护 积累财产也是相当的这个痛苦的 最后这个保护的时候呢 就像华智仁波切 以前所说的那样 就是有一匹马呢 有一匹马的痛苦 一只羊呢 就是一只羊的痛苦 一条差异呢 就是有这个一条差异的这种痛苦 这样一来就是 真的这个积财产呢 就是也非常痛苦的 最后那个 就是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好景财产 以前米拉日巴也是说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财产呢 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都非常非常的羡慕的 但是呢 就是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也是舍不得用 就是被这个财富呢 已经这个缠不住 最后呢 就是为了财产 而上民的现象呢 也是相当相当多的 中间的有点不住 在这种中间的有点不住 不是说是牧场的 有点不住 然后再来 在他们的财产 非常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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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